週六 CNN在聲明中說 我們聘請了一家受人尊敬的律師事務所進行審查 並以將其解僱立即生效 克里斯·富莫是CNN 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新聞節目主播 他在5月份承認 他在向其興建議如何從公共關係角度 應對性騷擾指控時 違反了CNN的一些規則 在新聞界因為個人目的或原因 進行宣導或做新聞調查 是違反行業倫理的行為 克里斯·富莫在推特的一份聲明中說 這不是我希望的我在CNN時間的結束方式 但我已告訴了你們 我為什麼以及如何幫助我的兄長 今年8月 面對多行性騷擾指控的安德魯富莫 被辭去紐約州長職務 但他否認自己有任何不當行為 克里斯·富莫最初被停職是因為 紐約州總檢察長 萊蒂亞茲姆斯公布了一些短訊 和其他信息 顯示克里斯試圖利用自己 在媒體圈的人際關係 查找其興醜聞案的情況 以及涉案女性的信息 10月29日 安德魯富莫因性侵指控 被紐約法院提起刑事訴訟